好 主播观众呢 目前我们新闻团队守候的现场呢 就是游览车那么插撞这个边坡护栏的这个现场 后面上可以看到呢 整台游览车呢 目前还卡在这个护栏上头 那么呢 整个车头呢是严重的受损 那么就是不偏不倚的呢 在这个正中央 如果再往右偏一点的话呢 恐怕呢 危急的呢 是驾驶的情况呢 可能会更加的严重 基隆大浦交流道发生游览车撞山壁的严重车祸意外 事实上从上往下看可以看到大浦交流道 路段非常的弯曲 过去就常发生严重车祸 台62线的快速道路大浦交流道 沿途S型的弯路不断 驾驶开着车一下左弯一下右弯 只要稍微晃神偏离线道 整辆车就可能直接撞上护栏 造成重大灾难 对比过去被誉为台湾史上最严重的国道车祸 迭练华游览车车祸意外 整辆车翻覆边坡的惨状 游览车卡在边坡 车顶完全剥落 而这一次台62线的大浦交流道 游览车的一半卡在护栏外 车头与挡风剥离直接碎裂 毁损相当惨烈 速度太快了 速度太快了 国道车辆多 车速又快 加上大浦交流道的S型弯道多 恐怖翻车意外 一旦发生必定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解读又流选情报道